大家好,欢迎收看GoMarkets,蜂蜂解析,GoMarkets在线交易首选券商 今天是1月29号,星期五,我是Eric 今天悉尼的天气不太好,下了一天的雨,澳洲的股市则是跳了一天的水 ASS200指数除了开盘时段和尾盘时段有过拉伸之外 期间都是一路下行,最终收盘价在6607点 相较开盘的时候下跌了42点 今天领涨的是Service Stream Limited 股票代码是SSM,今天上涨了11.271%,价格收在了1.925 这是一家为基础设施行业提供服务的公司 主要的客户是电信和公共事业部门 包括固定线路和无线设施的一个设计、维护和部署 公司的财务也不算差,PE值14.6,每股收益有0.121 今天跌幅最大的是IVC,下跌了8.34%,价格收在了11块1毛5 这是一家做殡葬服务的公司 昨天他们的价格还一路上涨,交易量是平时三倍多 而今天的回调不仅直接抹掉了昨天的上涨,还超跌了三毛钱 这实际上是一家财务表现非常强劲的公司 但可能本身不太具备太多价值投资的属性 股市表现不好,其他市场也是上穿下跳 从昨天收盘到现在,这24小时的时间内 白银,黄金,以及比特币都太刺激了 黄金最高的时候去到过1864,最低的时候也到过1834 上下波动30美金 用四小时时段的K线来看的话 一条大仰线跟一条大银线并列,波动非常大 而比特币则在最低的时候到过30800 之后则进入了上行区间,一路向上涨 最高的时候去到过34300 而现在价格又回落到了33000上下 接下来是白银,白银今天就非常有趣了 听说最近把空头机构整得鸡飞狗跳的散户大军 Wall Street Best,最近又在盯上了白银 白银的价格从昨天25以下的价格 一波拉涨之后价格曾逼近过27 之后又回落到26.1附近 这在白银市场里面算是非常大的行情了 周五的经济数据以欧元区和美国为主 德国的失业人数即将公布 美国12月核心PCE物价指数年率 12月个人支出率,一月芝加哥PMI 以及一月密歇根大学 消费者信心指数都即将公布 另外提一下,今天早些时候 日本发布的12月10月率的数据是2.9% 好于预期的3% 也希望世界各国都可以逐渐走出疫情的阴霾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